哈囉 大家好 我Sony 看到這兩袋就知道今天又要來開箱了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兩袋 這兩袋其實數量也不多 比Seven的福袋還要少 這個是全家推出的福袋 就是全家除了他們自己的那個 80多萬個的那個福袋之外 他還另外的跟其他廠商合作推出的福袋 然後左邊這一個是羅技的福袋 想當然了就是他裡面會有羅技3C的商品 說他裡面的商品最高可以到2500塊左右 他這個福袋是599塊 是目前便利商店裡面最貴的福袋 然後他限量是6000個 比Seven的還要少 好 然後另外這一個叫做野獸國福袋 這個野獸國福袋我其實去年就有看過 只是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東西 今年把它買來直接開箱 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他這個野獸國福袋說 會有迪士尼的商品 然後最經典的就是 如果你有機會會抽到一個 米奇的公仔 他一個是549元 限量 對 也是限量的 限量一萬五 這個有多一點 或許你現在去門市的話 還有機會看到這兩個 尤其是這一個 但是 這一次開箱呢 我其實要開三個的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我沒有買到 問了很多家都沒有 然後朋友啊 家人啊 也都去問看看有沒有有沒有結果 到現在 還是沒有 就是一個粉紅色的 迪士尼福袋 然後他那個福袋裡面呢 就是標榜 就是一定是迪士尼的商品嘛 只是本來想要說 如果有買來的話 就可以看一下那個 迪士尼的 福袋跟 這個野獸國裡面的 迪士尼有什麼不一樣 可是 是 事與願為 他那個迪士尼的福袋呢 是一個 499 限量 8000個 8000個 跟這兩個比起來 差不多啊 為什麼迪士尼那個 真的問不到耶 所以 我就不等了 對 再等下去 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了 這兩包我都已經買來 放在那邊 一直不能開它 手很癢 所以我決定 我就直接開這兩箱 迪士尼 福袋 我們有緣再見吧 我們這一次 從最貴的開始開 就是這一個 羅技3C開運福袋 最上面就是 羅技的名稱嘛 好 然後中間呢 就是一隻老鼠 這隻老鼠呢 旁邊就放滑鼠 鼠年結合 滑鼠的那種概念 然後說它裡面的福袋呢 你有可能拿到 無限滑鼠 無限鍵盤 遊戲手把 還有網路攝影機 它下面有寫可以參加抽獎活動耶 所以等一下看裡面是什麼東西吧 對 它這裡有寫這個 抽獎活動 好 那我來打開看我拿到什麼東西 我拿到的時候其實 滿輕的 真的滿輕的 因為3C的東西 不應該這麼輕啊 怎麼會這麼輕 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我直接把它打開 因為我可以把滑鼠的 然後我可以把滑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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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我...我...我... 我有一點傻眼耶 首先我拿到的是這一個 滑鼠電 可是我沒有再用滑鼠電 可是我知道如果真的要 滑鼠比較靈敏的話 是需要用滑鼠電的 我知道有些人講究 滑鼠滑起來的順暢度 精準度之類的 是需要滑鼠電的 只是我不知道 他們家的滑鼠電 是不是不錯 因為滑鼠電還是有的 有的滑鼠電很好滑 有的就是 可愛型的東西 我拿到一個滑鼠電 還有 這個 我剛剛以為它是小袋子 我一打開 它是裝飲料的 它是飲料的 提袋 好 它就是前面有鍵盤滑鼠 後面 也是鍵盤滑鼠 我沒有在用 我沒有在用飲料的提袋耶 哇 完蛋了 這兩個 都是我不會用的東西 怎麼跟我想像 我會抽到很多3C商品的那個 感受有落差啊 然後 很可愛的沙莉滑鼠 沙莉 很可愛的沙莉滑鼠 很可愛的沙莉無限滑鼠 滑鼠可以留著用啦 只是 另外這兩個我真的沒有用到耶 怎麼辦 然後呢 裡面 它這麼大箱 裡面 就空了 就空了 然後它旁邊呢 一樣有一個紅包 這樣 希望這個紅包在裡面呢 就是它寫的那些很厲害的3C 它長得跟 全家的福袋很像耶 不會跟全家福袋裡面是一樣的內容吧 我把它打開看看 希望不要啊 我想要 羅技的3C產品啊 不止滑鼠啊 不止滑鼠 不止滑鼠 我還要其他的3C 打開就定生死囉 好 我對羅技的這一個福袋呢 說實在的 我還滿失望的 可能我期待太高了吧 因為它又是最貴的福袋 然後 我真的只抽到這些 如果還有機會買的人呢 記得 你在買的時候 秤一下重量 真的是越重 可能才會是獎品越好 不要相信這種輕的 會以為好像沒有差 找一下重量比較重的 感覺會比較有機會 看到嗎 跟全家的福袋是一樣的 所以它所謂 袋子外面 登錄序號 就是一樣可以跟全家的福袋 一起去 抽汽車 第二個就不用講了啦 就明確會顧 然後再來就是恭喜中獎 好這個我知道 再來下面呢 就是它其他的 異業結合的商品 好所以 它這一張就跟全家福袋 是一模一樣的 抽獎券 好這就是我羅技福袋的開箱 然後我只抽到一個 班的無限滑鼠 除非很喜歡沙莉的人 會很喜歡 至少 我還拿到了一個 可以抽汽車的機會 沒關係 我們還有那個野獸福袋 野獸福袋裡面有迪士尼的東西 來看一下 看心情會不會好一點 好 再來就是這個 野獸國 野獸福袋 我覺得這個名字還蠻特別 因為它裡面是放迪士尼的商品 然後福袋竟然叫 野獸福袋 最大的特色就是說 它有價值 5000多塊的 經典米奇90週年的工藏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 我福袋裡面是什麼東西 它的外面就是很一般的 紅色福袋 2020 然後後面那一個 是弄成一個獅子嗎 後面這個 還是這個就是 野獸的意思 在裡面會是 迪士尼的什麼商品 對 因為它的名字 跟迪士尼 反差感還蠻大的 真的是滿滿的迪士尼 這一隻 是經典米奇的 90週年公仔搖搖筆 你看它在搖 對 而且 上面有寫90耶 我抽到這隻搖搖筆 還蠻可愛的 這個是 很可愛的米奇迴力車 它上面寫 它有這幾款 我比較喜歡中間那一個 紅色的車車 看起來就是經典款 所以我想要這一個 抽看看 看我會是拿到哪一個 這個迴力車好可愛喔 好開心喔 我拿到就是我想要的 紅色米奇迴力車 我抽到了我想要的 紅色小車車 哇 這個真的是 紅色的超經典的 這個是米奇的鑰匙圈 流書鑰匙圈 它剛剛因為在包裝裡面 所以沒有看清楚裡面是什麼 打開就可以看到 米奇跟米妮 可愛喔 米奇跟米妮掛在那邊 這一個 這個是公仔耶 米奇的公仔耶 而且他還寫90週年耶 這一個就是他的最大獎嗎 我插一下 好這一個呢 就是他裡面給的一個公仔 可是我拿到的不是 最大獎的那一個米奇公仔 抽到這一個呢 說他叫羅賓漢米奇 他後面有這幾個 然後我是這一隻 喔我剛在查 我是不是拿到最貴的那隻米奇的時候 我也順便查到了 野獸國他的福袋呢 好像每一年都不一樣 因為他我看到去年呢 他裡面呢是跟漫威合作的 就是裡面的這些公仔啊 商品啊都是漫威系列的 今年是迪士尼 好我猜起來了 看到嗎很可愛的米奇 羅賓漢米奇 他的底座是可以猜的 這樣直接放在桌上 好可愛喔 而且很精緻 這很精緻耶 喔 好可愛的米奇喔 好可愛的米奇喔 這個我好喜歡 今天也都是滿滿的米奇 好 剛剛這一個 這支筆 拆開 拆開之後他的那個 搖的感覺 好可愛喔 他是一支原支筆 所以他米奇呢 放在上面呢 純粹是裝飾用的 你看他這裡還有一個 白色的像手的樣子嗎 對 可以讓你直接 架在文件上面 譬如像這樣 有沒有很可愛 米奇就在這邊 然後他就可以這樣子搖搖搖搖搖 我的野獸國福袋裡面就空了 沒有了 然後一樣有這一張 全家的抽獎券 全家的抽獎券 我已經對他很熟悉了 一樣把它拆開 喂 抽到什麼 一樣我想要刷卡機 我獲得了抽 青春的機會 明謝會顧 這就是我今天開箱的 羅技三星福袋 跟野獸國的野獸福袋 你的喜好呢 大家應該看得非常的明顯 就是我覺得迪士尼的這個系列 真的很可愛 如果你喜歡迪士尼的東西 你真的可以去找野獸福袋入手 雖然羅技的品牌 也不小 可是 我只拿到一個滑鼠 我覺得不甘心啊 他這個3C呢 我本來以為 會那麼輕 會不會是 他是在那個刮刮卡裡面 然後再去兌換 結果不是 他是食品獎 如果你還要買 欸不對 如果你還買得到的話 我建議我們挑重量重的 因為3C的東西 食品重 感覺分量重 價值比較高的機率 是偏多的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歡迎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好 在那裡 應該幾乎 你 走 你